今天的色鉛筆風景畫 使用的是一般圖畫紙 大小約長15公分 寬10.5公分 位置範圍約長11.5公分 寬7公分 周圍可以先用紙膠帶貼起來 我們今天的色鉛筆 是用油性色鉛筆 使用到的顏色 有黑色、淺藍色、深藍色、綠色、咖啡色、橘色、紫色、粉紅色與紅色 你需要準備的輔助用具有筆形橡皮擦與棉花棒 首先我們先來打稿 先用鉛筆勾勒出花的繪製範圍與左邊的樹幹 然後我畫一台微微往右上傾斜的飛機 接著我們在畫面的右下角勾勒出兩個尖尖的三角形 等等要畫上松樹 松樹的左邊我們用不規則的線段畫一排樹 一路往左邊延伸 現在我們在花上面的空間加上一點樹枝 然後開始將畫面增加細節 先把飛機的線條勾勒得更清楚一點 接著玫瑰 接著玫瑰 我們先把外圍花瓣邊邊的形狀給勾勒出來 再慢慢畫出裡面一片一片的花瓣 從大範圍開始畫 比例比較不會變形太多 玫瑰的花瓣比較複雜 你可以慢慢畫 然後再畫一段畫面 我們再畫一段畫面 然後再畫一段畫面 再畫一段畫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需要的话可以暂停影片 慢慢完成花的线稿 现在我们来帮画面 加上一些树叶与树枝 还有松树的叶子线条 接着把辅助线擦掉 这样线稿就完成了 如果你需要可以暂停影片完成线稿 在上色前 我们先用素描软橡皮 把花朵跟飞机的线稿颜色压淡 现在开始进入上色 我们用紫色、红色与粉红色 来画出玫瑰花的深浅颜色间层 首先先用紫色 把花朵颜色最深处的区域先做初步的上色 最深区内的颜色还是会有漸层 我们要利用花瓣间的颜色深浅差异 来呈现出不同的花瓣层层交叠与交错的感觉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包夹在花朵内部的地方 或是花瓣间的夹层归为最深色区 除了左上最外侧的花瓣 单片内侧仍有点透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完深色區的顏色後 可以稍微看出花朵的立體感了 接著我們拿出紅色 從已經上紫色的地方開始疊色 慢慢往還沒有上色的地方延伸 花瓣顏色最淡的地方先保留不上色 最後我們拿出粉紅色 疊在已經上紫色與紅色的地方 並往剛剛保留的顏色最淺區延伸 因為我們的圖很小 所以上色時主要在呈現顏色的深淺漸層變化 沒有刻畫花朵的其他紋路細節 當我們在幫細小的區域上色時 青髮筆削尖慢慢畫 也可以用畫小圈圈的方式上色 如果想要再調整漸層顏色 可以再拿出紫色與紅色來調整畫面 或是有需要再強調淡色區 也可以用橡皮擦擦去部分顏料來調整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這首詞曲 李宗盛 翻炒 现在我们拿出黑色 将树干 树叶 松树 与飞机底部的影子上色 与飞机底部的影子上色 下方一排咖啡色的树 我们用不规则的线段 或点点上色 接着帮树干叠上咖啡色 叶子与松树则叠上绿色 今天我们这幅风景画的绘制正点 会在玫瑰跟飞机 胶点主要会放在玫瑰上 远处的飞机与其他部分 我们都会让它们稍微湿胶 所以我们拿出棉花棒 把刚刚上色的部分用棉花棒推开 完成后 用笔形橡皮擦把树枝与树叶周围沾染到的颜料擦干净 现在我们帮天空上色 简单的画一个上升下浅的蓝色渐层 先用深蓝色 从上面开始画起 慢慢往下延伸 之后再叠上浅蓝色 由于树枝跟树叶颜色较深 所以可以将蓝色刷上去没有关系 但是飞机跟花朵周围 则要小心地勾勒上色 下面颜色较淡的咖啡色的树 我们则在树叶间点缀一点浅蓝色 下方树干区 我们则直接刷色 现在我们再拿出干净的棉花棒 将天空的颜料揉合在一起 这样纸张的纤维颗粒看起来会更细致 让画面在视觉上更柔和 完成后 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画面 下面咖啡色的树 加入橘色点缀 上色的方式 一样用不规则的小线段或点编 今天的小作品到这边就完成了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有个愉快的绘画时光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